近日在中国割韭菜的HM却公然发声抵制新疆棉花 一时激起千层浪千万国人愤而抗击 身为该品牌代言人的黄轩迅速于品牌切割 获得无数赞誉 但你难以想象就是这样的热血男儿 私底下到底多有钱 阿春今天就带你一赌为快 近段时间的黄轩可谓是火爆各大网站 新剧《山海情》一经播出 就获得9分以上的超高评价 他在剧中饰演的男主 长嘴就是一口流利的陕北方言 让观众倍感亲切 你看这点线杆子一根一根都立起来了 私底下黄轩可谓是好气十足 剧组进行见面会 同组的演员黄绝就出言调侃 黄轩太任性 到底是因为什么让他有如此评价 原来是因为黄轩背包太喜欢宁夏 一度生出在当地买房子的想法 没想到这是我今年来 让我印象最深刻和最享受的一个剧组 我记得沙溪那天那个祖风喝了点酒拉登我手说 哎呀 我好多年没拍过那么过瘾的戏了 然后黄轩说 我想再银城买房 就真的很难 别人买房考虑的是实用性与现实性 他就是因为入气太深考虑买房 这样随便购房的幸福 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实在难想象 这里可能就有人要酸了 这不就是明星特有的权利吗 我这里就要为黄轩抱不平啦 人家的机会与出色 都是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得来的 毕竟有谣传 黄轩年轻的时候靠体力赚钱 哄得影谈大佬蒋文力满心欢喜 按照惯例出卖身体赚取财富的人 富贵程度自然不用想象 由此人脉作为基础 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成为必然事件 资本的力捧 让黄轩在悄无声息的时候 成为杨幂的搭档 两人合作爆款电视 亲爱的翻译官 人气与身价暴涨 此后黄轩的好运也随之而来 他成功上位 成为无数影视大佬的御用男主 他与大导演冯小刚 合作年代电影《芳华》 本来只是投资1.3亿的小成本文艺片 却有出乎意料的收获 票房高达15亿 有了这样的成绩 少不了黄轩在影片中 贡献的精彩表演 之后的黄轩就宛如开挂一般 与各个大导演合作 片酬也有之前的几百万 转变为千万 正式成为一线男星 有了天头的黄轩 毫不犹豫选择 再次与冯小刚合作 只有云之道 又再次大获成功 这里阿淳就要插一句 只有云之道的首映上 就发生了一件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一个黄轩的粉丝 为了支持爱豆电影 直接承诺自己有个影院 有八个厅 黄轩想排多少 就排多少 此言一出 可谓是炸了场子了 见读他市面的 封小刚也是威证 心里估计都在窃喜 自己选角 真是选对了 想跟轩哥说的是 我有一个影院 有八个厅 你就说你想要多少排片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同事 我同事都在这 他们知道 那你 八个厅 那你看个办吧 身为当事人的黄轩 当场梦圈 想必内心的骄傲 不会少 大家要知道 电影在院线 想排多少 就排多少 是多少导演 梦寐以求的事情 竟然在黄轩的粉丝群中实现 简直是不可想象 正好侧应了一句话 犯随爱豆 爱豆富有 粉丝自然不会差 到这里 阿纯就忍不住感叹 现在家里没点东西 都不好意思追星 实在惭愧 当然 黄轩的成名 也少不了黑子的群起而公之 这就有人说了 黄轩的上位之路 怎么如此厉害 到底是何原因 阿纯只能说是 实力造就的大火 要知道 黄轩本人出道 就是高水准电影 《成都我爱你》 此后陆续携带 十部嘉片 参加国际影展 15年更是成为 国内85号演员中 唯一一位 A类电影节评委 国内高端电影节奖项 也是拿到手软 有了如此大的名气 私底下的金钱收益 定时不少 商业价值不断飙升 成为一众男星 眼线的对象 黄轩一年上了错的次数 屈指可数 生活中的低调也让人傻眼 之前有网友爆出 他在现实中开的车 只有三辆 工作时是一辆老款 奔驰维亚诺保姆车 售价在四五十万 2015年 有媒体拍到 黄轩在拍摄《明月转时》 座驾也仅是一款 2009年生产的 保时捷BOXTER 大家伙别看是一辆保时捷 但却是入门级跑车 售价在60万 相当的基础款 与其他明星 动辄上百万 上千万的超豪华跑车相比 还是低调的存在 第三辆就是2016年 黄轩带着亲人外出时 开的车子就是一辆 吉普指南者 售价在25万左右 相当的低调 以上列举的三辆车 还是成名后的座驾 在无名气的黄轩 拍摄红高亮 开的也仅仅是一辆 十万左右的福特福克斯 娱乐圈中像黄轩一样 低调的人还有多少 也许正是因为 低调踏实的性格 让他收获 无数高端奢侈品牌的喜爱 其中不乏迪奥中国驱大使 波浪全球代言人 资生堂亚太区代言人 圣培路品牌大使等国际大牌 首先是其他男星 眼红的奢侈品迪奥代言 就足以证明 外界对他知名度的认可 当然作为首位 华人男演员当选的条件 一定少不了形象 名誉等方面的考核 次要条件就是 黄轩的气质 符合品牌的特性 其次 著名品牌资生堂 看中黄轩的人气 和不易翻车的体质 邀请其成为品牌 全球品牌大使 本以为是一次正常官宣 却引来网友 对代言造型的吐槽 要阿纯来说 这就应该是 品牌方喜欢的热度 就连黄轩本人 也下场调侃 网友的神仙发言 简直不要太可爱 其他大牌产品 争相为观 对黄轩未来的商业价值 加以肯定 多端线路一如既往 如今的黄轩 已经成为一线大佬 但却仍旧低调 保持本心 网上就曾爆料 黄轩在北京 购置的豪宅 相当的温馨 家具布置古声古气 配上粉色墙面 一幅花样年华的装饰画 敬显日常品味 休闲时的茶道 随手可触碰的书 都撞显着主人文化修养 客厅宽敞明亮 简单的绿植搭配 素雅的格调 给人非常舒服的状态 就如房间主人一样 如沐春风 住着豪宅的黄轩 依旧低调不张扬 保持着自己的演艺初心 实在难得 作为有血腥 有义德的演艺代表 它的低调炫富 并没有让网友口比套发 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超强业务能力 因此加油吧 鲜鱼们